Hello 你好吗 你可以唱首歌吗 在21世纪的下半期的时候 那应该是在2060那附近 那机器人大概就普遍的 可能就像今天的 个人电脑一样 机器人它不只是说 你在工厂里面 可以做广大的应用 那机器人也可以走入 人的生活里面 前有障碍 机器人它具备的是四个腰像 一个叫做机械结构功能 第二个是它的电力电源 叫电机 第三个是它的装置的感测器 如同人的眼耳鼻舌 这些等等的感官这些感测器 第四个就是它的这个AI智慧 仿生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这叫机器人 那如果你到工厂去看的话 这个人把它越来越少 那机器人会越来越多 那越来越自动化 机器人就是有四大类了 第一类就是我们讲说是居家照护 以及这个智慧生活的部分 像这个销售员 发卖员 居家照护 老人照护等等 这是第一类的服务型的机器人 那第二类就是 关灯生产的一个自动化 高度自动化机器人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谓的3K机器人 保全巡逻安全 还有危险 非常辛苦这个区块的部分 那第四类是一些特殊的机器人 像这个探勘啊 外太空啊等等 所有从事这种工业制造 或是生活的人 可能会变成两种人 一个就是机器的主人 它是负责制造创新 以及解决 这个众多机器人横向的 激光电整合的部分 所以它具有主导性 所以我们称之为机器的主人 那另外一批人 就是机器人的仆人 也就是机器也需要维修维护 所以它就变成服务机器的人 我们称之为机器的仆人了 这些可行性是越来越高 第一方面 就是我们的技术越来越进步 那第二个就是 AI的技术越来越进步 那AI的技术呢 就是你可以仿造人的思考的模式 也可以做学习 也可以做判断 那也可以有感觉 它如果收集所有的这种模具 和模具的本体 它以后可能会有一个 模具设计建议的机器人 它会综合它的大数据和语音 它甚至在不带你的命运下 做出几个sample让你来试 所以这就是以后可能会开发出 机器人自己会做机器人的一个机器 这样的机器人 甚至以后它会有自我思考的发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